丁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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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瑤條其實是一個 我們非常陌生 但他的故事又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位百色恐怖政治犯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在獄中殘子 他要被 牆壁的時候孩子也在場 那麼小的孩子就目睹一個 時代的悲劇 你可以在這些資料之間看到人性 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輝 但也可以看到人性很陰暗的一面 它是一個我們理解 女性白色恐怖政治犯的一個破口或契機 覺得這故事在性別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是讓我們更理解女性政治犯 郭忍先生跟丁瑤條在他們入獄之前 就已經有一段戀情 丁瑤條就把自己的一份信物交給了郭振淳 郭先生在拿到這個信物之後 就再也沒有跟丁瑤條見過面了 當時丁瑤條跟他說過 在台南女中的時光是他這輩子最快樂的日子 所以決定回到台南女中 在台南女中裡面找了一棵 非常明顯的大樹 然後把這個信物埋在樹下 讓他來保護或庇佑後面的台南女中的學妹 我覺得這些白色恐怖裡面的事件 或是這些人的所有事蹟 必須要重新被講述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抵抗那個人忘 還沒有讓所有人知道之前他並不能被忘記 認知到自己或這塊土地的過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不認識你自己 不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的話 那你就會不知道你自己是誰 那你要怎麼知道你的未來要怎麼走 以繪本的形式其實有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讓孩子知道這些故事 讓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能夠有一個觀念說 這個政治是重要的事情喔 這些歷史是重要的事情喔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的把這些事情放在心裡的話 可怕的事情會再回來 透過白色恐怖的這個非常剛硬非常巨大的敘事 把它放在繪本這個比較柔軟的 比較年幼的一個載體上 我們希望可以讓這些觀念更往下扎根 更在親子的場景裡面都能夠去理解它 這個繪本的主體主要由四個台南女中的學生製作的 當時在繪製跟寫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高中生 他是全台文的 就是我們推了這麼多年的本土語言 跟鄉土語言教育 推到現在終於有一個世代的高中生 他們是能夠用台文來創作的 也是覺得對台灣有進步 我們進步到可以讓16、17歲的學生 想到可以創作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台灣其實在性別平等這一塊 藏著於亞洲國家算是比較前面的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性別平等上未經職業 我們也要看到當時白色恐怖 女性的政治受難者的面貌 過往講到傳承記憶 我們想像的都是長輩跟年輕人說 你們要把這個記住 但這本台灣繪本完全不一樣 它是年輕人自己主導 自發性的要搶救記憶 他們想要告訴這個社會 以及比他們更年輕的更多的孩子說 有一件事情 有一個人是值得記住的 我覺得轉型正義應該是全台灣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參與這一次的全台灣繪本 《秋阿卡的主流棒》 《秋阿卡的主流棒》 《秋阿卡的主流棒》這本繪本 讓我們一起把這個故事帶給更多的孩子 帶給更多我們未來的希望